第一个问题 老师上礼拜一会 嗯 先 先说 拿捷子 自己只要快一步这样挥出去 那你的力量的根源在哪边 现在我现在用这边 我是这边伸胎 然后前面三块 现不讲这个 那你怎么弄 你不可能啊 我跟你们讲 第一个 练到 练到兵器的时候 练到兵器的时候 不应该去讲 步了 不应该去讲身了 因为你那个是在练拳的时候 你就要会了 你不能说我练刀 我练什么 一个出去 哎师傅我这个手应该往哪摆啊 我应该往这摆往那摆 你刀出去你就应该知道 他往哪摆了 这是第一个 练兵器的时候 你应该是 对身体的感觉 对那种招式的感觉 你应该有了 你才练兵器 所以练兵器这些都不应该问了 练到剑 我刚才讲 剑不是把它当作兵器看 剑是一个整体 剑是练神练气为主的 它是一团 所以我不应该在一个地方 从那边不叫 不应该 但是因为你们现在没有那个 没有那个基基础 可是实际上也不可能没有一个基点 啊 实际上也不可能没有一个基点 就是没有 就是没有 你们很难信的 就是我这个剑我这样出去的时候 我这个剑这样出去的时候 你说你的发力点在哪边 没有 整体 整体 它是整体 不对 不对 你那个已经要有了 对 要不懂 当我用剑 我这个剑一挥的时候 我这个剑一出的时候 你说你这个力是什么 没有 它是意念 因为你已经 你应该要有用它的条件了 你才用 你才用它嘛 听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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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刚刚才听懂 是不是 就像你写字已经到 写书法已经到 已经到 前面的基础工都有了 已经到 随心所欲的时候 你问李白你写那个东西的时候 你用什么笔法 你的指头是三指 是四指 无两指 到底是什么 他哪跟你讲那个 他可能有的时候三指 有的时候两指 有的时候戳起来 有的时候 他那个时候已经是随心所欲在变 变化了 听懂 剑是中国武术里面最高的 兵器来讲最高的 所以对于练最高的东西 你就不能这样问了 你如果有这个问题 你不知道 你做不到那个的时候 你要到 你要到基本工去找 第二个问题是 刚刚 上礼拜 上礼拜 上去 那他这根刀法怎么差 他其实比较这样 但是我知道 他全身筋膜这样 这样上开 他也可以算 可是他刀一定跟他有差别 他绝对不会是 他不是全身筋膜上开 你练剑不能这样想 他跟刀完全不同 那他这怎么办呢 他跟刀是不一样的 完全不同 我刚才不是讲了吗 剑跟其他兵器是完全不同的 在链来讲的话 刀是兼备为主的 因为刀是重兵器 剑是轻兵器 短兵器里面的轻兵器 所以他们两个是不能比的 然后因为他们的形质 形质不一样 懂得吗 他的形质不一样 他碰到阻力的时候 在用的时候 他的变化 他的变化也不一样 差不多 当然变化不一样 所以上礼拜不要 从下面那边挥到那边 削脚那一招 那一招 那一样吗 一定也不一样 但削进去的时候 不一样 你们练剑 你们练剑 我练的也不算好了 可是你们就把我做到的去做到 你先这个样子 你把我做到的做到 然后你才进一步往下去探考 如果我做到的你做不到 你就要去练了 要不懂 练剑是一点都不能取巧的 就是上礼拜的那个 我说你这个剑 你这个剑一落 出去就是这样出去 你就要练到这样出去 你就不可以说 我这样出去行不行 不行 要不懂 所以不要把剑练练的 你看现在练外面练那些不好讲 练太极剑什么剑 那不是剑 新武术的那些剑 那怎么是剑 那不是剑 要不懂 剑是剑 你们要了解到剑是一个很尊贵的 很高层式的东西 你不能把它练成那个样子 要不懂 所以先把我做到的你们能做到 先这样子 好 你这是木 你这是木的还是 谁的 木的 好啊 哦 那个 那个 对对对 好 可以 好 你们先先复 复习一下 上上上上上礼拜的 我看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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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